終於看了MIRROR 六場演唱會的最後一晚 尾場 首先要多謝Crystal 因為也很麻煩她 因為中間 很多人都應該很想看得到 我先多謝她 因為她也要幫我安排 昨天去到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朋友去看 我可以看也開心 誰呢 我的朋友 古天樂 你不預先告訴我 我只是坐在那裡 因為昨天我跟你不是坐在同一個地方 我只是聽到歡呼 以為是我 沒錯 因為期間有人發信給我 喂 心味到了 然後就沾叫到了 然後我聽到沾叫 我還告訴我旁邊兩個朋友 他們問誰誰 我是心味來的 然後她說不是 沒有理由 最好笑的是 遠看是像的 不是 因為她只看到天靈蓋 真的 遠看 靜看天靈蓋 是像的 因為每個人都站起來 站在椅子上看 遠看 靜看天靈蓋 最好笑的是 我再問一個問題 她不是穿著背心嗎 即是有件背心外套 因為我照片看到你是背心 然後我兩回答 是背心 是心味 但是那個搶牆 不像是你入場 那個搶牆 是很厲害的 如果看到天靈貴 是會跟古天樂 搞錯的 是 看完本身 另外一個搶牆都會搞錯 就是花姐 花姐 花姐是牆牆都是牆牆 你只看身形 都會看得到 是 是 那個身形 原來一望 哇 古天樂 很厲害 厲害 當然還有其他 講笑的 不是好朋友 偶像可能 可能 沒有想過 很驚訝 然後 昨天當中 好像有欣儀 還有 還有 許廷鏗 許廷鏗 我昨天眼見 我們眼見 因為可能還有其他 可能之後他們沒有進去後台 所以我們就錯過了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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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朋友 那些好朋友 還有什麼 Rancy Shirley 因為我經常訪問他們 所以我還熟 ViuTV的 美女 公子會 不好意思 掃了 阿妹有沒有訪問過 阿妹 即是岑樂儀 阿妹 訪問過 阿妹 阿妹 阿妹很爽 也訪問過 其實你都涉獻了他們 很多美女 都涉獻了 你想想 連死八婆我們都訪問過 八婆 Hailey 有死的 只有八婆 好像是八婆 還沒死 八婆也訪問過 八婆也訪問過兩次 是嗎 他還沒做八婆之前 做了八婆之後 我還不記得我上來 可不可以叫你做八婆 應該是 所以都是他們 你知道嗎 每一次見 阿強尼 阿強尼 還有幾個 因為我都戴了口罩 還有Dixon 對 我有些都記不完 我認識那些就看到 很多藝術去看 所以那個 都熱烈的 氣氛 我不說太多了 你先說一下 我昨天就坐在觀眾席那邊 因為我昨天得到的票 不是你們明星區 我就坐在平民區 所謂平民區 其實那些位置都是正的 然後我是感受到 別說明星區 哪有明星區 我傳給很多都普通 星球市民 星球市民 古天樂區 我是坐在古天樂區 我就坐在粉絲 就是Fan Club隊 一堆一堆 不同的位置 都是代表著 他們十二個 其中 這段是AK 這段是Anson Lo 這段是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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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面那一堆 好像是Stanley 整個隊 Stanley Team 真的是Stanley Team 不是Stanley Team Stanley Team 是保安的 保安 保安 真的是Stanley 真的是Stanley的粉絲 或者他的朋友 我只看這個時候 其實最初我都害怕 因為過往的經驗 有時候坐在 一些這麼瘋狂的粉絲旁 而自己 未必一定是他們 跟他同呼同級的 那位的粉絲 那位的偶像的時候 有時候怕 做錯一些事情 或者說錯一些話 就會令到隔壁 會瞄你 或者會 可以說一次 你大約是說什麼 譬如 姜濤走出來 你會 喂 姜濤 那你當然是贊姜濤 有時候會說 衣服不應該這樣穿 可能會這樣 但你怕隔壁聽到 你會這樣嗎 總會有時候 會平衡一下 說一次 我又沒有 幸好 在這12個裡面 又說沒有 是怕 怕 但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發現了 好 因為幸好我看到一件事 他們中間 原來有很多個 是整隊MIRROR都喜歡的人 他們不單獨喜歡一個 真的喜歡MIRROR 真的整隊MIRROR 他們在一個 緩和的氣氛之下 那幫人 這個要求很低 其實說真的 你們現在不是 你不是走到電視台 你喜歡A 然後喜歡B 不是 他們是一隊樂隊 但是真的有很多 是戴哈 可能喜歡蔡一傑 然後說 我最討厭蔡一子 不是 那時候我真的 我以前小時候 喜歡蔡一傑 有些有時候會說 其中一個 那個是什麼 那些是這樣的 賤人當然是一兩個 我真心怕 你喜歡蔡一傑 你罵他一個哥 真心怕 但你真的沒有 真的衰得很厲害 大姐經常說 是有的 是有的 肯定不是你 肯定不是你 還有另外 有些 因為他們的應援團 可能每一個 真的做慣了很多 大家互相幫助大家 假設拿著 阿Jer牌的粉絲 例如我的朋友進去 他們沒有這些應援的物件 就說想借來拍照 他們全部說 好啊好啊 你哪個阿Jer 拿阿Jer拍照之後 大家互相分享 那個分享 在粉絲堆裡面 完全感覺到 這樣也應該的 是啊 整件事很和諧 如果你是張國榮和譚明倫 當然是 敵對的 敵對的 競爭對手 因為不是一個組織 那時候我們都是四大天王的 四大天王的 你喜歡黎明 你不要搞我郭富城 你喜歡郭富城 可不可以借黎明的牌來拍照 過去年紀裡面 他們的所有粉絲 就是努力幫他們的偶像 去推廣他們 我們收的那些 我不說名字 我們都收過很多 我們都收過很多 Folder 相片 各時各節 我們收過年曆 我們收過年曆 有時候我看上去 以前是有的 有Fan Club 很健全 華仔天地 但是他也是在 華仔天地的Fan Club裡面做的 他們現在不是 他希望推廣給多些人 電台這些會播放他們的歌 我想你認識他 他有新歌 他幫你走過台 他幫你做這個宣傳 這個我覺得是Fans 成熟的一個表現 我希望他們都可以繼續去做 互相扶持 這些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最重要的地方是 我在台上感受到 台上的MIRROR 好像都經歷了一些事情 這是令我覺得 我昨天看的演唱會裡面 感動的 當然 當然汗水每個人都下不少 當然 我就不太贊重他們這個汗水 因為整體上哪一個藝人 一開自己的表演的時候 一開新表演就是 都是剩下半條人命才上去 每個人都是 我對MIRROR的要求高很多 如果我本身 我當他是一個 剛剛一年前出道的 很厲害 看他們的節目 其實一個星期左右 他們就要跳一隻舞 那是真的辛苦 因為作為合入行 入行年紀 開到鬚 我要求他高一點 我就不是看他這個 我看他們在台上講的 包括其中一個 Lokman說過 如果不是入了煤窩 那一晚 他最初都未必有信心 可以去到三年 因為他中間說了一件事 他說 那個就是 Alton 在台上講說話 他說Alton 他說以前的時候 曾經在網上 他們一出的 經常說MIRROR 三年後才跟我說 那個真的挺好笑的 但是那個也是這麼殘酷的 當然網上是這麼殘酷的 但是他那句說話 確實是挺挑戰性的 他說完這件事 我們兩年多 我們一定去到三年 去到Lokman說過了這段時間 我終於去到三年 我覺得他有信心去到三年 我想他中間 在那個營營裡 對大家認識很多 其實大家都知道 12個人 全部不同的年紀 又不同的能耐 又不同的背景 確實一個花姐 是不能夠管得到12個人 一隊合一個樂隊 你就知道 一隊樂隊只要四個人 三個你都會吵架 三個有兩個是兄弟 那兩個是兄弟 因為有兩個是兄弟 你沒辦法 四個人你總會吵架 你在香港的樂隊 其實我就不說 大家都見 出出入入當然有 12個MIRROR 我覺得那個三年 不是MIRROR還在嗎 12個人齊全都在 其實都已經很困難 因為你每一個人 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想法 在市場上 有些紅些 有些沒那麼紅 每一次出秀的 有些多些人喊 有些少些人喊 有些多些人喊 有些多些人喊 有些少些廣告 每一個人可不可以 安受到本分 然後發揮到自己的功能 這個我覺得 在MIRROR裏面 每個秀完都沒有的時候 我聽到他們的隊長 Lokman這樣說 我覺得他們有所得著 我立即瞧他們的眼睛 我感覺到他們 應該全部都是一條心 我想這個是更重要的 確實你看看 昨天在表演那裡 作為一個編排演唱會 當然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所表演 怎樣可以發揮到他每一個呢 你見到都是下了很多心思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就 快歌快舞那些我不說 好看那些我不說 怎樣跳那些不說 但有些令我喜出望外 我也覺得那個表演是出色的 當然要發揮每一個有能耐的 他就發揮 例如 呂雀安 他是懂得彈琴 唱的 其實作為一個年輕人來說 一個唱得 又彈得 在這個台上 我就已經可以臣服給你了 夠了 然後譬如說阿Jer 那時候我們訪問過他 我說這首歌你Live怎樣唱 當然 那首歌 他在台上的表演 都是耀眼的 我都說唱得好 那也是搞得到的 那我呢 就是沒看過Anson Lo和Anson Kong的 我第一次看他的現場 那 Anson Lo呢 有一個是 我覺得是編排做得很好 我就先說了他Anson Lo之前那個 Anson Lo之前的一個 是有一段 一部分的表演 那一部分有Jeremy 應該就有 我怕我記錯 應該就有Jeremy 應該就有Stanley 我記得是Tiger 四個人 還是五個人 總之那一部分 如果我記錯 Frankie也在裡面 我記得 就是唱張國雲的歌 那一部分就是繞的 那一部分呢 其實他四個 那一刻我就覺得 哇這個擺法是 真的幾好啊 那個擺法 不單是把他幾個擺在一起 那麼簡單 他找對了他們應該要唱的歌 因為他們幾個都有一種 妖的味道 而這種妖的味道 是要經營的 就是打個 譬如像Jeremy 他原本不是這個頭髮的話 大家都見過 他由開始 現在 樣子呢 是沒有那個特色在 但是去到 Jeremy拿了這個頭髮 然後加上絲帶 沒有去到最後 唱歌的話 我感覺到 一個日本Style 的Star 在台上 而這個 那種 那種 日本人 譬如我們叫做 Visual Rock 因為我們 日本的Rock 就是他們 將日本的Rock 放了做 加日本的Melody 再加上一些 顏色的頭 衣服 很誇張 他做了一種 叫Visual Rock 形象的東西 其實是很日本Style 其實他們 都是有 他們懂得 將這種日本的Rock 可以放在他們 譬如他們 會有唱歌 不是那一部分 我先說那一部分 Jeremy那一部分 就令到我覺得 Jeremy 很有Visual Rock的感覺 雖然他不是一隊Bang 但是他可以做到那種感覺 然後大家都唱張國榮最妖氣的首歌 這個選取 令到那幾個 突然間我心裡想到一個 這個是MIRROR的Dark Image 我當時想了名字 如果我一斬就斬開 這幾個就是MIRROR的Dark Image 如果一個群組的話 即ERROR是一個 MIRROR是一個 Dark Image 這個排排得好 接著下一個 就來Anson Lo 我就覺得那個是完美的 可能跟大家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那個表演 Jeremy那個舞 是幫得到他 同時間令到其他Tiger 我記得好像Frankie Frankie 還有Stanley Stanley 他們那幾個都表現到他們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感覺 是二哥的角色 即大哥是陽光味很重 每個都喜歡 他們有一種陰陰的 但是那種陰陰的 就不是邪氣的 不是邪氣的 不要以為是壞 不是摸 是有一種誘惑 而他們跳的那隻舞 是挑逗性很高的 而真的 而他們跳的挑逗性 可以入到氣的 而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找其他一些比較陽光味太重 一挑逗 我的叔叔就覺得他壞壞了 但是他們就一點魏魏的感覺都沒有 維和感冒 那就是對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Dark Image 是可以發掘多些 是可以發掘多些 他們這四個可以發掘多些 當然講到這四個 這四個各自都有 Jeremy說了 我不講 因為去到最後 去到Finale 即他那部分的Finale 是他 那幾條絲帶 是真的很好看的 排舞老師應該都用了很多心機 因為很簡單 因為大家都做過舞台 在舞台上面 如果你有很多錢的 當然是好東西 很容易做 我們有時去看舞台 有時最喜歡看什麼 就是 我看你們大家都應該沒有什麼budget 你幾條絲帶這麼好看 這個視覺效果真是有趣 當然 在舞台的視覺效果 大家做過導演都知道 絲帶是最好用的 因為他只是報 我來又快 收又快 走又快 視覺又好看 所以通常很多時候 如果小儀經常看舞台劇 你會留意到 大報是經常用的 經常都發條大報出來 嘩 然後大報一落 嘩 可能我很久沒看過舞台劇 我勾回你 我十年前 只看舞台劇的時候 那個舞台的感覺 就是那片大報 嘩 總之有震撼東西 過海 過了一副大的洪水 大報 當然 紅海 除此之 所以他用報的運用 是快靚正的 那那個也是 也是報 也是做得很好的 然後我說回他們幾個 我覺得Frankie 是令到我惡然 因為他真人 因為我平時看電視 我看不到他的樣子很帥 我看見他 糟了 我的眼睛整天都去了他那裡 聽聞他很帥 他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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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耀威 很孫耀威 我想孫耀威 初出到孫耀威 孫耀威 孫耀威 怕怕醜 每一段都漂亮 有沒有搞錯 然後我看他再跳 他跳得好 他又變成郭富城 又變成郭富城 那是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還沒聽到他唱歌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進步 因為他的表演已經吸了你眼了 他跳舞和他的帥哥 真的很厲害 另外一個就是Tiger 是Tiger Tiger他做的時候 其實我是喜歡他短頭髮的樣子 是嗎 我喜歡他現在這個樣子 他很早的時候 短頭髮拿著結他 總之 總之不是現在這個 他是矇眼的矇眼仔 他現在這個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以昨晚整個形象 他就回到日本那些 Visual Rock Visual Rock那種感覺 他也是有型的 但是我覺得他矇眼的時候 還有他那種青年的味道 不過這個就是看他做什麼 究竟他的音樂 音樂怎麼走 但他各有各具厲害 等於阿Jer也一樣 阿Jer開頭未做的 髮型都是一般的 我得到他參賽的時候 直到他底部是金色的長毛的時候 這個好看 上次我記得 有一個Yahoo班獎禮的時候 我再見到他的時候 我都說我喜歡你這個頭髮 後來他轉了這個頭髮 只要他繼續這個長型的話 還有一點軟 加一點顏色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提升到他的品味 那個感覺 剛才我說完 另外一個就是 Stanley 我覺得Stanley就是最漂亮的身形 是一個 是否男人都會真的羨慕這個比較 我再說一次 不是善不羨慕的問題 你們要學懂一件事 很重要的 英俊是天生的 是 所以你贊 帥哥 是沒有意思的 不夠深 不夠深層 但是身體的肌肉 是後天的 是努力 努力 所以你一看到 當然都是有一點點戰術 譬如說有些胸 是舉三下就大 有些是舉一千下都不大 但是整體上 努力是均等的 你一看下去就 嗯 他的身體 就是做得最好 我的平頭品足 是作為一個自己都健身的男人 好像很奇怪 他的下空是做得不錯 我心裡心想說 在台後 阿森真的評評他們的胸肌 他的下空做得最好 背很多都想做好 背後的都做得好 Lokman的身形 你知道他是瘦削 Lokman是難的 因為Lokman一看他 你知道他是瘦削的人 要增加volume是難一點的 所以他的胸 應該genetic來說 是難比Stanley那麼大 但是Lokman的背肌 是容易出的 為什麼呢 因為骨架小的人 背肌是容易顯 是的 李小龍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李小龍一掃背肌 當然李小龍很勤力 像蝙蝠一樣 兩塊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他本身的胸骨 比較幼 就顯得背肌大了 所以你會覺得他的背肌很誇張 李小龍 不過李小龍本身也厲害 真心厲害 但他平時是瘦削的 那Lokman的背肌 所以你會看到他 如果他脫衣的時候 你會看到Lokman的背肌 是大 感覺是漂亮的 因為他脫衣 但是GENETIC的關係 其實他們下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不過 只不過是因為 可能身體面膜 是容易顯得到一些 Stanley就是最好 我是給美胸大獎 他的手瓜 他的手瓜也很好看 那些其實不太難 因為胸是很難 最難的應該是小腿 如果他們脫衣褲給我看 我想下次 練身不練腳那些就難了 而小腿是最難練的 真的嗎 小腿說 如果你練到小腿很大 那些就很近 有些肌肉是練兩年 比較容易大些 好像是 這要問專家 那些普通健身市民 好像TRAPS比較容易大些的肌肉 或者BICEP比較容易大些 就是老鼠仔 但是好像是我聽他們的專家說 小腿是難練的 難練的 不過也很少人訓練小腿 要到專科的人才練 但是下空是練得好 你要專注下空 我看他應該都推得挺辛苦 而他的配件 我覺得他的配件 挺好的 無論他走出來 站出來台形 跳舞 唱歌 我都挺厲害的 講完了 他幾個 然後到Anson Lo的部分 為什麼我最要講dark image 因為我看到他們那個 耀眼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歡 如果那個味道 可能大家都只顧著 之前另外一種MIRROR的味道 就是dark image 你是一個元素 所以我難得見到的時候 因為以前我都未見到他們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這個表演對於他們 這幾個來說是可以表現到的 當然 Alton Alton 不好意思 我經常講了他的名字 因為Alton A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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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話 不是沒有男團有這件事發生的 SMEP就是這樣 中居正港 當然 不好意思 如果你年紀小就不知道 你自己去Google SMEP 是我們2000年的時候很紅的一隊樂隊 沒有理由再說 很傻 然後中居正港 是一個唱歌不是太好 身形也不是太美 身形也不是太美 樣子又不是太聰明 相比在谷川 又或者是道援五郎 但是他是一個主持的高手 所以他往後到現在還是主持 而當時他在電視台裏 也是做最多主持的一個 因為他是一個主持能手 也是主持能手 他講得很好 直到現在 雖然他現在顯露方面 他顯得最快 因為他頭髮走得最快 最少 但是他方向你感覺到不同 就是他是一個主持 令我想起也有趣 因為確實一個男團裏 他的演藝的才華 他是要多方面 他無端有一個出來說話 證明他有那個方向 有一個方向也都幕後 或者是團隊當中 看得到他這個特質 而他也不是容易 我們在台上也試過 講十分鐘或五分鐘的 那個膽量和做法 那個膽量是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他也有那個膽量在做 也做完那件事 所以我覺得可能他就是 MIRROR裏面的中居正港都不定 他有整個電視台 都是像SMAP SMAP到最後 他都在電視台裏面 做很多不同的主持節目 可能是將來他的方向都不定 好了 我就講完這麼多個了 其他那些又不再多講了 其他那些都很多人講過了 是的很多人講過 我只是講女爵安 Edan 因為我家裡有個小妹妹很喜歡 所以我就比較看她 本來我不知道她是誰 我不停止 有時都能不能跟你講 究竟得到她的垂青 然後我看到小兒抱著她 Edan 她在台上叫小兒豬 不是我來的 哎呀 她向著那個方向 你就知道 我是另一個方向 是嗎 她是妹妹來的 又叫小兒豬 她妹妹叫小魚 噢 所以她妹妹昨晚來看 嚇死我 嚇死我 不是我來的 不是我來的 我心裡想什麼事 小兒豬這個名字 是有火叫我的 我以為ViuTV過 都叫小兒豬 是有火叫我的 我回到電視台 叫我大哥入聚水馬局 不是 是有火才會這樣叫我的 其他人是不會這樣叫我的 我記得小兒抱著她緊緊緊 我說搞什麼 我跟她好朋友 是嗎 好了 我們講回 剛才小兒說 你說些東西害怕 是 我昨天說了一句話 我講完我真的害怕 為什麼 那些記者訪問她 為什麼她拿著阿雀 你穿屎嗎 我穿屎嗎 我穿屎嗎 我不是 我家裡有人喜歡她 我去找她 是 遲些叫她改名 叫女世安 嘩 你講的 嘩 哎呀 心裡這樣說 愛死她的女兒了 開心 另外有一個就說 不是啊 如果我爸爸這樣說 我真的回去打他 喂大哥 不要搞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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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到一半 有人打電話給我 我一聽 有個女生跟我說 看Whatsapp 接著收了錢 我一看Whatsapp 你不要再說我了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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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出了 我心想多有此理 快到想法 數一半而已 大哥 數一半而已 我說說說而已 沒事的 說一下 我說 幸好你沒有來 很多人 蘋果也很多人 聰女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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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I I I don't like you 我知道 我知道 You love me 不是今天 我去了看MIRROR 剛才Doo姐一開咪前 是我的首次歷史性 罵Operator 你知道她過來問我什麼 她問我 播什麼歌 還要問播什麼歌 當然是MIRROR 因為我們今天會說一下我昨天的觀後感 首先 為什麼會去看 她們就是 花姐那邊 很有誠意 一早就問我看不看 有下午場嗎 沒有啊 我要解釋這件事 你們經常說 我看有很多妹妹留言 哎呀 熬眼分去看 什麼叫熬呢 那件事不好看 是嗎 你不想去看 而要去看 那些就叫熬 是嗎 好看的 就不是熬 是嗎 上心落事 所以我昨天就沒有熬 而MIRROR 你今天一回來見到我 就是 你看光嗎 看到最後 很難得過 對 通常在高潮位 可能都走了 對 NCOR位已經走了 NCOR關燈 大家不太說 是鬼鬼祟祟 他們很有誠意 很早就問我看不看 因為我聽說很難買 我聽說有些朋友說 子女其實自己也想看 就說 瞄殺已經沒有了 一天到英國 由當天Posa出那一早 我已經得到海量的訊息 叫我幫她買票 真的十年沒有聯絡 那些人就說 其實買到票的人 可能扶人過馬路 扶了五千世才可以買到票 五千世 但你知不知道我們開場之後 有很大批的人在門口 隔著門沒有走 希望聽到 聽到 這個現象 都很久沒有試過 追星 追上香港自己的明星 歌星 為何答應呢 因為你記不記得 在兩年半 差不多三年前 他們初初還未成團 我們將來有很多椅子 那時候還未比賽完畢 差最後那個比賽 他們是Finalist 第一屆做這個節目 當時我記得他們 有點沒有信心 不知道將來是怎樣 其實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試過這種感受 又不知道能否贏到 贏到會是怎樣 很忐忑 有幾個大膽的 就多說幾句 其實有很多都不敢出聲 因為那時候實在沒有人知道 不是贏到就會成男團 而那時候花姐還未成為經理人 不知道會是怎樣 兩年半三年後的事 現在開這個演唱會 哇 這麼厲害 還有十一雙門 我就沒有看過 我常常在家裡 星期日 就看他們之前 比賽那些 都還是那個狀態 行不行呢 被人罵 又說你不行 又彈琴反眼 又石心利 那些全部未成事的樣子 現在已經這麼受歡迎 好 適合時間去看 要捧場 又要從頭看到眉 我去就是這樣 早一點去 不是說別人開場 你才走進去 亦都很好招待 一起在那個 有一個叫做 Green Room 大家休息 除了我之外 跟我一起的 就是有林家欣 還有他的先生 是師傅 是袁導演 經常上來跟我們聊天 因為袁導演 跟姜碧很有淵源 又跟他拍過廣告 大家聊天 聊天 我現在要由頭說 你不要停止我 聊天 那間Green Room 有其他人 ERROR 那幾個多嘴的 又在 Green Room 很大的 他們又多嘴 他又不理會 我跟林家欣 他在講陶瓷 突然間 有三個年輕人過來 我很欣賞 他自己走過來 介紹自己 即是我們叫Pixel 我們是剛剛成立 無奈 我很欣賞這樣的態度 因為現在不是很多年輕人 夠膽這樣 多數就是 好像見到你 又不知道見到誰 好像自己做錯事 閃閃避避 他是很大方的走過來 介紹自己 首先我已經留有一個印象 很好 加上非常英俊 這個已經是 爭取過分 又看中誰 每個人都不錯 我已經留有一個印象 加蘭在旁邊 做到他應該做的事 他們好像有首歌 現在正在拍攝 很好 入場了 入場之前 花姐來跟我們打招呼 多謝鳳翔 這些路路 安排你們坐這個位 第一行 心裡已經懈怯了 第一行 是很有地位 但看得很辛苦 整隊人 你只看到一半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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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很高 大家看到今天 那些記者朋友拍的照片 我都是坐在那裡 拍完之後 看著看著看著 然後林佳欣 在我旁邊 辛苦 我對 怎麼搞 第一次看 當然希望看全貌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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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坐第一行 馬上四個站起來 你不叫ERROR?ERROR好像也是 ERROR呢 因為肥仔衝動 ERROR現在人家是很紅的 很多人圍著他們拍照 又要尖叫 又要這樣 四個 其中一個女生騙國計 許靖雲 因為戴著她的面罩 我不知道是誰 讓了一位 當堂好很多 什麼都看到了 難怪我看到Phoebus坐第一行 我覺得鏡頭很高 Pixel真的要找她拍照 新歌叫braceless 也是跳舞的 乖到不得了 坐著看 我覺得整個表演編排得很好 令我嚇一驚 以前看的男團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女士進去捧場 只有那一百分之被迫 男朋友或丈夫 又男又女 又怒又少 我前面是一對夫婦 很賣力 偷拍照 管理員已經叫他幾次收過手機 又拿出來拍照 不是年紀小 余迪偉你這麼大的年紀 你知道他幾歲都知道 真的不小 還有那些粉絲很好 他不是只捧場喜歡誰 是個個都平均不喜歡 哇 真可憐 那些燈箱 換來換去 對 換來換去 誰出就 對這個 Anson一出 Frankie一出 又要換又要撐 又要對一個相對 好玩喔 全部都是這麼平均地外 還有那個show 是包羅萬有 當然有單人 有小組 十二個一起的也有 各有各的擔當 也出了他們的擔當 肌肉擔當 當然要出相機 聰不聰 一百分 一百分 真的掩住後腿 我的心跳不準 想彈一下剛才那一刻 又玩樂器 又彈琴 江碧玩古增 他是不是自己認識的 不是的 特地去學 因為歌手的前奏其實是古增 跳舞擔當 跳得非常好 沒得頂 其實我覺得 有點遺憾就是 為何在那裡開 為何不去一個大一點的場 一定有背後故事 也開心見到ERROR 那個193 真的把嘴巴是朗過有的 為何填著你 有很多話說 昨天有沒有做私人保鑣 打招呼很多人 很多話湧出來說 所以整件事 由等待看show 看show 是很開心 還有之後 跟他們拍一張照 都是很開心 我發覺其中有一個 我來看看Jer 很像一個日本我很喜歡的演員 耕田張輝 他現在也有日劇 有點glow 我覺得全部人 不像是浸在這裡兩年半的時間 很成熟 厲害 很開心 很開心 很明顯 也很開心 我去見到 跟你說 沒有 你 我去見到 每天 你